感谢主 那过去两个礼拜我们都讲到雅比斯的祷告 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引用了那个经文 我们的上帝是领我们出哪里的神 出埃及的神 你要一定要记得这节圣经对我们里面的价值意义跟提醒 上帝提醒即使你像你在埃及一样的软弱 在埃及一样的低弱 埃及一样的贫穷 即使你像埃及在埃及一样 一代两代三代都是多奴隶 好像人生好像不能翻身一样 但是上帝说我是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神 所以我们要相信过去 不管我们有低弱 即使像在埃及 我们的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上帝 我们要天天期待 当你相信你可以出埃及 你就可以出埃及 几百年来以色列人出不了埃及 因为他们一想到出埃及就觉得不可能 直到有一个人摩西 他说我们可以出埃及 结果他们整个以色列人一百多万人就出了埃及 弟兄姊妹你如果决定你能够出埃及 你就可以出埃及 撒旦要告诉你 不行法老太强了 环境不可能改变 他会告诉你你爸爸贫穷 你阿公是奴隶 你爸爸是奴隶 所以你也一辈子是奴隶 你儿子也是奴隶 你要说不 我们有上帝 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什么 大大张口 他就要给我们充满 他要大大的给我们充满 所以我们要祷告 为什么要每一天都要用亚比斯祷告 借着亚比斯祷告 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 我们说神啊你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上帝啊扩张我的境界 给我更多的机会 能够服侍神 能够祝福人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一个题目 叫做福音的大能 我们除了在我们生活 我们领域的里面要扩张 我们希望我们在福音上面 我们也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我们大声的来读 请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这里说到福音是神的吗 大能 让我们常常活在神的能力里面 亚比斯的祷告是一个尊贵 翻转人生的能力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看到 另外一种能力叫做福音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是改变人类 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永远生命的大能 那两种能力呢 第一我们说是拯救灵魂的大能 跟我说一次 拯救灵魂的大能 那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我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福音的大能 是叫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是拯救我们灵魂的大能 你要知道这个能力 超过世上一切所有 全世界的财富通通加起来 不能救一个人的灵魂 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 不能救一个人的灵魂 全世界最大的科技 Google 脸书通通加起来 不能救一个人的灵魂 这几天在财经新闻 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脸书用了190亿美金 并购了WhatsApp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看他说多少钱 大家记不记得 我刚才说又多少钱并购了 190亿美金 190亿美金是多少啊 说真的没有概念 190亿台币都不知道是多少了 190亿对我们来讲 只是一个数字上的事 哇 钱多到太多了 有190亿怎么可吧 怎么可能要这么大的钱 是 191是天文数字 但是我要告诉你 190亿美金不能救一个人的灵魂 最伟大的教育家 前几天报纸一个大标题 叫做教育的力量 就是报道一个孩子 他的数学原来只考两分 后来经过好老师好教育 哇 竟然进步神速 到后来能够考数学98分 厉害吧 太厉害了 是的 教育很有力量 但是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这个世界统统加起来 不能拯救的灵魂 圣经宣告福音要叫一切相信的 不致灭亡 反得什么 用神 福音的大能 要解决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灵魂灭亡的问题 而灵魂灭亡的问题 死亡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人生再世 拥有再多 成就再大 都是空洞的 因为有一天都要 归于无有 归于无有 你拥有再多 当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刻 全部都要归零 所以约伯说 我是赤身出于母胎 还要什么 赤身归毁 所以如果你没有解决死亡的问题 说真的 人生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从出生那一刻 就注定了要往哪条路死去 死路而去 人从出生就开始走向一条死的终结 人若没有永生 若没有解决这个灵魂的问题 人生再世 真的是一个悲哀 是一个无奈 你在地上再快乐 说真的都是短暂的 只能说苦中作热 终有一天都要什么 都要死 多可怕 多可怕 当面临死亡的那一刻 所有的人 都是恐惧黑暗 因为不知道跨过死亡 人要往哪里去 所以你不觉得吗 特别我们在台湾的民俗里面 哇 那个家里面做伤事的时候 真的是好恐怖 真的弄得阴生生 那个扮伤事 这次都不 这个觉得哭哀嚎 那个哭泣 为什么死了要哭泣哀嚎呢 当然有很多情感因素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 对死亡的什么 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为什么太平间很可怕呢 你有去过太平间吗 有一次我跟师母 因为很晚了 就要进入那个 那个殡仪馆 那个要把身体送到那个冰柜里面去 而且进去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上了 很晚了 都没人 哇 那个殡仪馆奇怪 灯也不开亮一点 好暗喔 然后呢 然后阵地进去 越歪来歪去 因为他那个放冰柜都在最里面 哇 越黑越进去 越偏密越黑 好恐怖喔 下来以后我说 我说我进去就好了 我体贴 他说我进去好了 你不要进去 他说我才要跟你进去 我一个人留在车上 真的在外面就用那个小小的灯啊 然后蜡烛啊 那风吹 看着人对死亡多恐怖啊 对不对 多恐惧 因为死 再来是什么 不知道 跨过死亡 我们最害怕的 不知道跨过死亡要去哪里 跨过死亡再来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 没有人告诉我们 人如果没有解决死后 灵魂归宿的问题 永远不可能安心 永远不可能放心 因为每一个人终究有一天 要面对死亡 没有一个人例外 每一个人 而且地上每过一天 就越靠近死亡一天 可是圣经宣告 要叫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没有人能够做这伟大的宣告 比尔盖茨不能 巴菲特不能 欧巴马当然更不能 只有圣经 只有圣经 而这成了所有人最大的盼望 最大的平安 最大的肯定 无论你现在遭遇如何 无论你有多大的经历或是这些 有了上帝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都要得到天国跟永生的产业 这是太好了 感谢我们的主 所以福音的大能 第一是拯救灵魂的大能 解决我们生命人生里面 最不能 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拯救每一个人的大能 我们再看刚才经文说 要救一切什么 相信的 这里说一切 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啊 你真是太伟大了 你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这里的一切 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 用Everyone 福音是为每一个人 一切的人 所有的人 没有例外 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 福音好不好 太好了 伟不伟大 太伟大 没有一个餐厅敢说 我的餐厅免费供应 每一个人 没有哪一个餐厅受得了 每一个人 可是上帝开的餐厅是给 每一个人 没有条件 每一个人 福音是给每一个人 没有人 没有人种 肤色外貌的区别 儿童的时候 我们就常唱一首歌叫做 耶稣喜爱各种小孩 世上所有的小孩 太好了 太好了 耶稣爱没有 看下这里不准进去 感谢主 有钱人 有钱人 没钱人都可以得着福音 因为得救不靠钱财 这一点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真的福音太好了 因为得救不靠钱财 得救不靠捐献 得救不靠功德 福音也没有教育的区别 没有社会阶层的区别 初代教会 大部分成员 都是社会底层 没有受过教育 最贫穷的人 而我要告诉你 福音甚至也没有 道德行为的区别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进天堂的人 不应该都好人 才能进天堂吗 弟兄姊妹你同意吗 是不是好人 才能进天堂 是不是 因为牧师讲了 你们也不敢回答了 那什么人可以进天堂 好人不能进天堂 什么人进天堂 弟兄姊妹 感谢上帝 还好不是好人 才能进天堂 如果只有好人 才能进天堂 我们就惨了 请问我们当中 谁举手说 我是好人的 请问你真的好人吗 请问多少是好人 80分算好人吗 还是要85分 还是要86分 你不要看不起60分的人 我有80分的人进去 60分的人以下的 不可以 我才不跟这60分以下的人 在一起 那90分的人说 我才不跟你80分的人 在一起 到底哪一分 几分才能够进天堂 告诉你 不是90分 80分 90分 不是99分 是哪几分 是100分 才能进天堂 天堂是无罪的人 才能进去 圣经说 世人都什么 犯了罪 没有人能够靠行为 进天国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 我做的够好了 我修功德 修够了 我可以进天国 请问谁敢说 他修功德修够了 谁敢他说 我已经做好人 做够了 我够资格进天堂 感谢主 还好福音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我们做功德 不是靠我们的良善 因为人的义如同 什么破烂的衣服 当然感谢主 没有人因为做太好的人 而能进天堂 感谢主 也没有人因为做过 什么太坏的事 而不能够得救 耶稣说得很清楚 有病的人 才需要医生 耶稣来 不是要招义人 乃是要招罪人 所以你知道天堂 充满哪一种人 罪人 你知道吗 教会是什么俱乐部 罪人俱乐部 你知道牧师团契 是什么团契 是罪魁团契 这是保罗说的 牧师都是罪魁 因为他们犯太多罪了 所以很感动 来服侍上帝 神的福音 要拯救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 任何人 只要悔改认罪 愿意相信 接受耶稣救恩的 耶稣圣经说 凡靠着耶稣 到神面前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感谢我们的主 这真是太伟大的福音 要救我们灵魂的福音 要解决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只有福音能够解决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福音要救每一个人 而我们既有这么伟大的福音 所以圣经一直提醒 一直要我们传福音 所以第三点 我们要看传福音的大能 传福音的大能 我们看一节圣经 这是保罗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伟大的圣经 来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救病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真的仔细读 你真的会跳起来 太感谢主 圣经的话都是这么的肯定 保罗说凡求告主民的 可能得救 大概得救 得救的机会蛮多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惨耶 如果是这样真的很惨 那到底有没有得救呢 还好保罗说的是什么 说什么 救必得救 阿们 哈利路亚 光这一节圣经 我要还一些笑三天 因为太宝贵了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我 你死的时候 请千万不要找人来读念 如果需要人读念的话 那表示什么 你还需要人帮助推一把 表示你还不肯定 到底有没有需要人帮助 拉一下 那条河比较长 跨不过去 需要有一朵花 帮你载过去 读念 读念就是后面有一个推动 一个什么 一个推动 要加强加强 快一点 如果这样好惨 难怪大部分的死的时候 都死得很害怕 因为没有不肯定 但是圣经都很肯定 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怎么样 救必得救 所以跟旁边的人讲 你必定得救 哈利路亚 作为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这一点 圣经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是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息 多么大的安全 对未来的肯定 这是我们感谢主 是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可是下面有一节圣经 下面有一节圣经 他说什么 然而 是的 求告救必得救 然而 下面说什么 人未信他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只能信他 没有传到的只能听见 保罗意思是 是 人一定可以得救 但是 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 人就不会信他 不会信他 就没有人听到 没有信他 没有信他 就不会求告他 没有求告他 就不能得救 所以是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 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 再大的能力也没有用 所以关键在传福音 所以圣经一直强调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起码三个原因 第一 这是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圣经 第一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里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领受了一个大使命 就是必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 当你信耶稣那一刻 我们一方面感谢主救必得救 而另一方面 回来我们上帝 我们立刻承受了一个使命 一个责任 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而这不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不是传福音的人比较好 那是我们的责任 而且这是给每一个人的命令 没有一个例外 跟旁边人说 传福音是上帝给你的大使命 是神给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记得 信耶稣得永生是白白的 神为我们做了一切 可是接下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去完成神的使命 完成神的使命 使命是没得商量的 耶稣不是说 你们最好了 尽量 可能的话 耶稣是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徒行传记载 当门徒领受了这个使命 就全心全意的传福音 为了传福音 他们不惜被打被关 甚至死亡 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 除了约翰 其他的每一个都是殉道 相传彼得是道定十字架 他们活着的理由 全心努力的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保罗说 雅基帕王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保罗说 我走过一生 我先在大马圣 耶路撒冷 一直到犹太 到全地 叫他们要悔改归向神 就是这个福音的异象 保罗为之生 为之死 对他们来讲 每一个遭遇 每一个遇到的人 都是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保罗说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 我们看到历志历代 多少人因着这个使命 他们投入在福音 跟宣教上面 作为华人 我们永远有一个人的名字 不可以忘记 这个人叫做戴德圣 戴德圣 1854年 他来到中国 一生奉献中国宣教 中国宣教 在中国50年 一个人一生 就这么一个50年 一生奉献在中国宣教里 他的名言就是 我若有千磅阴京 中国可以全数知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会留下一条 不给中国 我们念一次来 我若有千磅阴京 中国可以全数知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会留下一条 真是太感动的话 一个外国人 怎么那么爱中国人 真的比中国人 还爱中国人 一生为生奉献 也有人 他不在加拿大 做他的医生 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他要来到台湾 给人免费拔牙齿 还要给人家 泼粪泼尿 后来娶了一个 贫朴族的老婆 为要生根 落地生根 与这地百姓的百姓认同 他娶了一个 贫朴族的妻子 而这个人 如此做 为要传福音 给台湾人 这个人叫做 马杰 马杰 作为华人 中国人 绝对不可以 忘记戴德神 作为台湾人 绝对不可以 忘记马杰 今天你我会 能坐在这里 就是 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人 他们遵行上帝的大使命 把福音传给了我们 我再讲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命运都改变 我们都知道 我们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到天上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着福音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 可以在这里 敬拜赞美唱诗歌 因为有一些人 他们领受了神的大使命 他们甚至牺牲自己 放下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幸福 奉献他们一生 来到一个异地 完全不习惯 不喜欢的地方 只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们来到地方 一生奉献 甚至最后死在 那块土地 连骨头都没有带回 自己的家乡 因着他们 使得我们今天 能够得着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过去 有人牺牲自己 把福音传给我们 今天 我们也要把福音 传给别人 而如果因着传福音 我们有一点点的牺牲 有一点点的付出 说真的 比起他们 也算不得什么 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真的是让我 非常非常的感动 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谁不想有一个 美好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安安定的家庭 下班之后 能够回家 能够跟全家一起吃晚餐 哪一个男人 不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每天回去以后 能够抱着自己的孩子 像刚才的影片一样 哇 抱着女儿 亲他一下 好美哦 多好 多喜欢 哪一个人不愿意 那天我听到 看到的文章是 戴德森的 真孙女 真孙女 戴爱美 他所写的 一个一段 他的 发生的故事 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戴德森一家 直到现在 五代了 都还在服侍中国人 都还在服侍中国人 他的第四代 真孙女 他们曾经是美国 纽泽西州的州议员 那在一个教会里面 做见证的时候 他讲了他这个故事 就是当年 他曾经被关在日本的 在山东的集中营 他当时他还很小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是宣教士 那么 在另外一个地方宣教 而宣教士的孩子都 他们都留在山东的 一个宣教士学校 没有想到 日本侵华 速度这么快 来不及把孩子接走 他们已经 日本已经 已经占领了山东 所以把所有的 宣教士的孩子 都关在集中营的里面 都关在集中营 你知道 当父母听到 这样的消息 那种 那种 焦虑 那种 害怕 那种 压力在里面 他讲到 他的妈妈 几乎都要崩溃 因为听说 日本人会把 年轻的女孩 抓去做未安妇 所以他想到 他的女儿 这个戴艾眠 那时候 正是十几岁 他非常的害怕 天天 就是 充满的焦虑 主啊 为他的女儿 为他的孩子 非常的担心 当他在最担心 当他在最担心的时候 他在那里 祷告 求神怜悯 他忽然听到 一个声音 对他说 你照顾 神所宝贝的 神也会照顾 你所宝贝的 你照顾 神所宝贝的 神也会照顾 你所宝贝的 这句话 给他从天上来的平安 他立刻得到安息 虽然不是明天 就看到他女儿 过了五年 过了五年 抗战结束 他的女儿 才再次的会面 但是这五年 就靠着 上帝的同在 带领他平安的过来 弟兄姊妹 这些宣教士 为了中国人的灵魂 他们把他们 一生奉献 甚至把他们的 家庭奉献 把他们的孩子 也奉献 每一个这样的遭遇 哪一个父母 不心碎 没有哪一个父母 舍得让孩子 他当时在集中 四个孩子 都在集中 都在集中 由此 过去 他们牺牲 使得今年 尽在 我们华人 有七八千万人 的基督徒 将来我相信到天上 这七八千万的 华人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 都要去谢谢戴德圣 戴德圣 每一个人谢谢 排队要两千年 还谢不完 真的 我们要感谢 正因为 他们这样的付出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起来 还福音在的时候 那么多年 都是 别人传福音 给我们 难道我们还等着 戴德圣的第六代 子孙 第七代 第八代 来传福音 给中国人 华人吗 现在是我们自己 起来 传福音 给我们华人 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人 华人 要起来 承接福音的使命 是我们台湾人 要起来 把福音 传给这两千万 还没有信主的台湾人 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 一定要去传福音 这是第一点 因为是我们大使命 第二 为什么要传福音 因为这是人 唯一得救的方法 得救的方法 这里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说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但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这句话太重要 所以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 耶稣说了第二次 我们再读一次来 信子的人 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 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 藏在他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 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 常常有人说 宗教都是劝能为善 抱歉 我要告诉你 信耶稣不是叫人 劝能为善 信耶稣不是让一个人 能够变好一点的人 信耶稣不是让他 品格改良一点 信耶稣不是让他 能够多做一点善事 信耶稣乃是 关乎一个人的 永生跟永死 信职的人 有永生 不信职的人 罪已经定了 为什么 一定要传福音 因为没有把福音 带给人 他的命运 就只有一个 灭亡的结局 这个鱼啊 作为基督徒 初代教会 我们非常流行 现在我们帮着一个装饰品 在汽车后面都贴了一个贴纸 鱼 当年这个鱼是一个 很伟大的故事 这个鱼呢 在希腊字的里面 是这五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五个字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这五个字的字母 而这五个字母 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 正好构成鱼这个字 构成鱼这个字 那初代教会 在极大的逼迫中 不能公开的传扬福音 于是基督徒就用这简单的单字 将救恩传给世人 而这个鱼代表的意思就是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士 永生神的儿子 就这么简单的信仰告白 让很多人成了神的儿女 而得着永远的生命 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算不能公开传福音 他们也要画一条鱼来传福音 给人有机会 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他们知道 人只分为两类 就是有耶稣和没有耶稣 我不知道你怎么把人分类 但是我告诉你在永恒里面 从神来看 人只有两类 就是有耶稣没有耶稣 而这两类人 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跟结局 圣经说得很清楚 信子的人 有耶稣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 没有耶稣的人怎么样 得不着永生 有神儿子的人 就有永远的生命 没有神儿子的人 就是永远的死亡 告诉你 没有比这更 让人喜乐的信息 感谢主 我们今天都有了神的儿子 这是我们伟大喜乐的信息 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什么永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做的 我们都有一个永远的盼望 有一个永远的肯定的未来 永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跟未来 但是这也没有比这个更可怕 更可怕严肃的信息 神的信息简单明了 就是你要这个 还是那一个 而人的选择 会带来永远不同的结果 圣经中给我们很多二选一的例子 在挪亚的时代 神告诉他们 要进方舟 不然会死 二选一 你要进方舟 还是不进方舟 虽然很多人当年此笑 进方舟笑死人 进方舟头可坏掉 现在有多忙啊 那时候圣经说 挪亚时代人照样吃喝家去 我有多少生意要做 有多少事情要做 礼拜天哪有跟你有这个咸功夫 哪有这种美国时间 美国金钱 跟你去自己教堂做礼拜 我有做不完的事 要吃喝家去 有很多的事要做 我们的女儿要结婚 我买了一栋房子 我要去看我的房子 我要去 我的生意要做 进方舟笑死人 是的 上帝给我们两个选择 进方舟 还是你不进 进方舟得救 不进方舟就是死 以色列出埃及神说 要把血涂在门框门妹上 二选一 你照着神的话 涂上门框门妹涂了血 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去 而那天晚上 没有血的那天晚上 家里就是大大哭号 长子一个一个被杀 认不认识耶稣 相不相信接受不接受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这是关乎永生跟永死 决定我们是去天国 还是下地狱 新班尼最有名的 这位神一步道家 有一天祷告的时候 神给他看到一幅图画 就是一个火壶 那里面的火烧得 非常的大 很厉害 很多人坠入火里面 在那里挣扎呼喊哭叫 一个非常可怕 凄惨的情景 很多人就是一直掉在火里面 一直掉在火里面 看到这一幅图画之后 神对他说新班尼 我要拆遣你去传福音 你若不传讲 我要追讨你的罪 所以新班尼一生立志 要传福音给人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因为不传福音 他的命运就是永远的 硫磺火苦 921地震之后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地震之后因为很厉害 有一条桥就断掉 来不及修理工程单位 就在桥那边就立了 一个警告的牌子 而有一辆车子 一天晚上因为太暗了 就没有看到那个警告牌子 就开上了那个桥 结果什么 就掉到桥里面 当然车毁人亡 现在说如果那天晚上 你正好就站在桥边 你站哪站在桥边 你看着一辆车子就开过去 你会有什么反应 请问如果你正好 站在那个断桥的上面 而有一辆车子就这样开上去 你会做什么反应 视若无睹 开吗 快一点 往前去 进去 有人会这样吗 有人这么狠的吗 有人这么可怕吗 不可能是不是 没有那么 这么没有良心的人 对不对 没有这种人 看到一个人开到断桥 继续啊 很好 拜拜 没有不可能 你一定会做什么 不行啊 不能开啊 听 一定会强劲办法 一定要警告他 是不是 这才是正常嘛 这是每一个人 都是正常的 可是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就是站在那 看着一辆一辆车子 往下掉 我们却无动于衷 昨天你还跟他吃火锅 跟他在这个 历经吃下午茶 然后看着他上车 往断桥去 你什么都不讲 你跟他昨天 还跟他聊得愉快 看着他上车 往断桥去 你却没有一点提醒 你觉得什么都好讲 讲流行 讲天气 讲股票 讲甄嬛传 现在皇帝又怎么样子了 哪一个皇后又怎么辣呢 你讲王太太 讲李太太 什么都可以讲 什么都谈 就是没有讲耶稣 然后吃完饭 聊完甄嬛传 然后就很愉快地 看他往断桥开去 你明知那是一条死路 你却什么都不讲 仇敌拦住我们传福音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们跟好朋友 什么都可以讲 百货公司打折 赶快通知 哪一个店好吃 赶快通知 股票要涨了 内线消息 赶快报好消息 我们跟朋友一起 什么都可以讲 东聊西聊 唯一不敢讲 不方便讲的 就是福音 唯一不方便 不敢讲的 就是耶稣 仇敌拦住 我们传福音 因为他知道 一个人只要听见耶稣 他的生命就要改变 他的灵魂就要得到拯救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叫做 约好在天国见面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强生牧师 有一次搭飞机 在飞机上看到一个 满脸愁容的女空服员 他就向他传福音 对他说 接受耶稣 你就能够得到永生 很奇妙 虽然简短的一句话 这个空服员 竟然就接受了 而且就很高兴 很喜乐 当他飞机抵达目的地 这个空服员 就对这个牧师说 希望还有机会 能见到你 如果见不到 我就跟你约好 在天国见面 然后强生牧师 很高兴的就下了飞机 第二天强生牧师 在饭店打开报纸 看到坠机事件的报道 而正是前一天 他所搭的那班飞机 事故中 所有的乘客 跟空服员全部罹难 包括前一天 觉知的那位空服员 强生牧师心里心痛不已 另外一方面 他也很感谢神 因为一个原本 要下地狱的灵魂 因着最后一刻的 接受耶稣 转而进入天国 弟兄姊妹 或许就因为 你的一个福音行动 一句神的话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会改变他们 永远的命运 从永生到永 永死到永生 我们不能说 我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爱我们的亲人 可是却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曾在这里讲过好多遍 我要再提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 跟邝牧师说 我现在不能信耶稣 因为我的父母还在 他们很反对 我信耶稣 他们会很伤心很难过 所以我要等他们过世之后 我才来信耶稣 听起来这个人很孝顺 不愿意父母伤心 可是邝牧师听了以后 就大骂他说 你这个不孝子 哪有让父母下地狱之后 自己来信耶稣上天堂 这是哪门的孝顺 请问这样是孝顺吗 请问这是孝顺吗 父母在地狱 也会骂你不孝子 你的弟兄 在地狱的火狐狸 他会说 你为什么没有把福音传给我 你明明知道 不信耶稣的人 罪已经定了 你却从来没有告诉我 我们几十年一起 无话不谈 你就是没有告诉我耶稣 弟兄姊妹 我们要快传福音 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 他们周围可能没有别的基督徒 或是有效果效的基督徒 只有我们跟他是朋友 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讲话 我们可能是他们唯一 可以听到福音的机会 有一天你的同事会对你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们同事五年十年 你从来没有传福音给我 我们要怎么面对 我们的家人同事 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 这是他们灵魂唯一 我不是说你每一天上班都要讲 要信耶稣要信耶稣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怎么可能你一年了 你的同事再跟你一同 你从来没有跟他们表达 让他们有机会传福音 你可以做的事非常的多 第一个今天你就可以做 把我们的DM送给他 你就做了一个传福音 你告诉他们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这里有非常精彩的演讲 欢迎你来非常棒给他 他要不要来是他的事 但是你不给他机会是我们的责任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写卡片给他 每一个同事都会有生日 或是你看到他今天脸色不好 今天看你脸色不好 我给你解忧 我给你一句圣经祝福的话 你就是传福音 你跟他有机会接触神 没事我搭飞机 我到去机场的路上 有时候是叫车子来接我 在路上虽然就这么一点时间 我总是想尽办法跟他传福音 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 但是我总要讲 讲完了讲多少是多少 能讲多少是多少 但是我一定要讲一点点 即使问他说 你去过教会没有 没有 那我也讲完了 我听他的态度 大部分人不会这样 他就会跟你开始聊一点点 但是感谢主能讲多少 但是我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我管他 在办公室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想尽办法 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好 第三我们去 最后几分钟 这是我们的使命 他什么得救 所以你一定要 我们的家人 你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 你都可以邀请他 你一定要给人机会 你一定要给人机会 第三 这是我们永恒的奖赏 圣经说得很清楚 收割人得公价 积蓄五穀到永生 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 你传福音一定有报偿 而且是存到永生的报偿 所以你每一次传福音 你要知道 你在天上存了一千块美金 如果你为朋友三成三福音祷告 你存了两千块 如果你要同事去吃饭 老王啊 我们今天有很棒的演讲 三月底我们牧师要讲 这个满网的神迹 祝福你 牧师要祝福你 今年会有满网的神迹 来吧 完了以后我请你吃饭 天上存了五千美金 然后你如果带一个人 去积万银的话 我猜应该存两万美金 这是耶稣说的 你是积蓄五谷到永生 是的 我们传福音是要废财废力 我们要花很多的心力付出很多 我们有个弟兄 他为了带朋友信耶稣 他的朋友每次旅游的时候 就帮他照顾狗 然后让他更多的机会 为了更多的机会 把福音带给他 所以对我姊妹 再来的这一点 你愿愿认定一两个 你最能够接触的人 你要服务他 你知道耶稣每次传福音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满足人的需要 你从来都不服务人家 不去关心人家 然后圣诞节的人就说 我们圣诞节你来吧 谁要来啊 然后你从来都不跟人家有关系 我们这个外展小组开始了 拜托给我一个业绩吧 谁理你啊 所以你要去服务别人 你要去跟别人建立关系 我知道我们的时间资源有限 所以这一年这一段时间 你就认你一个两个三个朋友 好不好 明天去带一杯85度的 85度锡咖啡去给他 几十块钱量 不是叫你每一天都给他一杯咖啡 久久的有时候给他一杯咖啡 有时候久久的以后 老王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你能够做一点 当你常常满足人的需要 对人关怀 你邀请他他就有机会 他就有机会 我们圣诞特刊 我们以前圣诞 我们有些都有一些福音餐会 我们有弟兄就用一万多块 就包了一桌 为了给他们想尽办法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福音 圣诞特刊 有人买了几十本几百本 我们有一个开计程车司机的弟兄 有一次坐他的车 他跟我讲 他每一次都买几十本就放在车上 就在那段时间上来的客人就给他一本 上来的客人就给他一本见证集 连开计程车司机的弟兄都懂得 我要传福音给别人 是的 真的 传福音是费财费力 但你是累积在天上的财富 将来天上你会是一个大富翁 在地上我们做不了彼尔盖子 可是在天上我很有心智 我很有一个企图心 我要做天上的彼尔盖子 让我们一起来 愿上帝帮助我们 每一个礼拜天都是很好 我们有好多的见证 礼拜天你不用管是什么题目 在这里有神的同在 主日崇拜是我们教会 所有聚会里面 神的恩高最充满的一个地方 他在诗歌里会被感动 他会听见神的声音 很多人进来根本不知道他干嘛 就已经开始流眼泪 这是我们好多的见证 每一个主日你都把他邀来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DM 你拿去邀请朋友 拿去邀请朋友 每一个礼拜天 而且这个月我们每一个礼拜 The Friday night 拿去仔细的看 我们有洪静瑶的节目 我们有些戏剧有些什么 你可以邀请朋友 想尽办法把DM送给他 你自己二选一 自己选择 但是你不给他责任 不给他机会 那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要想尽办法 我们就要把机会给人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向神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祷告 向神求助啊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有人把福音带给我们 我们得着了福音 我们一定要要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谢谢我们的祖父 耶稣给我们新智 再来我们一定要去把福音带给别人 帮助我们 我们向祢祷告 上帝祝福使用我们 主啊提升我们 这个礼拜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给我们机会把福音带给别人 谢谢我们的主 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位 给我们有效的传福音 帮我们带给人 这一年 阿们 上帝求祢给我们机会 今年我们一定要带一个人信耶稣 今年我们一定要传福音 再来这个月 主啊我们总有机会 把福音带给别人 一节祝福的经文 一个文章 或一篇CD 或一个DM的邀请卡 主啊就是给我们机会 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总要传福音 主啊谢谢祢 我们得到了福音 我们要还这福音的债 谢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一起说 阿们 白手荣耀归给主 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散会